没用的废物 盈 你是个自知极高的天才 只要坚持下去 你一定可以打败了计的 你去死吧 小云 你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要自由 没人能阻拦我 你坑过的死亡次数 劲儿那么多 斗神五感 真是个方便的东西 我们已经完全了解彼此 王跟我一样经历过死炼 没错 我们都是被命运遗弃的异类 满身怒火 所以 我做出裁决 您以阿修罗的正义为由杀人 无罪 竟然宣判成无罪 王 这么轻易就做出了判决 由于 我喜欢你 不过 我很好奇 能通过了解变态修炼的阿修罗 是怎样的 施玉就是被你害死的 我要替他报仇 不过如此 真的可好 战斗的方式可不止一种 我的毒宫万中无医 怎么可能 除了我的毒液 竟然 尸毒者的血必能解脱 你的毒失效了 可恶 也不够如此 去吧 厉害 这些毒液还能化为有心之物攻击 算死 绝不忍住 我把你心脱 牛鱼 你只是出路锋芒的心血 而我是神经百战的王 到此为止吧 你还不是我的对手 我不会认输的 我要打败你 傻瓜 刚才我只是跟你打个招呼 谁要跟你拼个泥死我活的 你害死了石宇 我要替他报仇 杀死你朋友的不是我 是他自己的选择 阿修罗的规则如此 强者生存 挫折 逃退 你的朋友石宇成就了你 你回报他的方式 就直动乱看人吗 我讨厌浪费自己本事的家伙 你尝试与我站在同一高度如何 王 竟然 阿修罗 要出现新王吗 三王鼎立的局面 要改变了 王的称号 是打出来的 你先去跟其他两王打个招呼 用你的实力 去得到他们的认可后 便可去中立地议事厅 提出深意 记住 战绩就是一切 等你累积够战绩 便自然会有追随者 成为新的阿修罗王 石宇 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这种残疾的孩子 怎么可能活得过成人记 倒是来掌上 也是被人杀死 石宇 石宇 小云 住手 真正的阿修罗 只会向你自己强的对手挑战 我会用自己的方式 自由地活下去 下一条 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 他只想活着 他有什么错 是我必死你的 对吗 不是你的错 我一向认为生命是自由的 没必要为了传统而死 我有过风光的时候 即使最差的日子 也会用自己的办法解决 我不想依靠你的照顾而活 这是我最后的尊严 尤严 你为什么而哭 是因为失去我这个朋友 还是因为 我走的路没有如你所愿 我 我不知道 尤严 看到颓废的石宇 是不是感觉和以前的自己一样 你自觉脱胎换骨 可以拯救他 照顾他 你想弥补过去的自己 只是希望自己被需要 不行 我没有 你哭 是因为自己又变得不重要了 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你只会更加空虚 你已经不是以前的你了 你在期待什么 我很愤怒 我想发泄出来 我不想再压抑自己 你还在等什么 去把你心底的愤怒告诉全世界 让他们流血 吃他们的肉 没错 我要让所有人知道 我的愤怒 娘 这不是有余吗 居然还有胆来参加成人计 倒是比诗语那个废物强点 那个废物啊 没党量参加 还得提议取消成人计 被王处死 真是便宜他了 那样的废物 死了也是活该 今天就要取下你的头颅 把上次的账一起算清 这下 事情变得好玩了 今年的战士们 水准很高呢 有实力的战士 我会尽早地从战斗中抽选出来 爹是用斗神之眼看出来的吧 我只需要看一眼 便能知道阿修罗的斗魂实力 那个白发的少年呢 这么奇怪 爹 怎么样 我的斗神之眼竟然看不到任何学习 这孩子的实力都低 一定也无法看穿他的实力 感觉他和以往其他战士不太一样 今天就是孤独一年一度的成人计 在苦王的统治下 所有士灵的战士都已聚集于此 你们将通过阿修罗最严酷的考验 获得在场所有斗士的认可 未来孤独的精英斗士们将在这里诞生 失败者将化作星星 在天上一直照耀着大家 这就是阿修罗的传统 战斗是生命 生命是战斗 每年都是同样无聊的开场白 你听过他的传闻吗 收受贿赂 让考生合格的事 早就不稀奇了 他中途截断过的几个考生 表现平平无奇 但却是大足之子 有些奇怪啊 怕处于戒备状态 是什么 让老狐狸感到压力呢 让我看看 好 注意那个 发病了 那个废物竟敢打断法官的发言 多翟 哦 啊 public 啊 啊 发生了什么 多可怕的刀气 太快了 我也看不清 究竟斩了多少刀 周围的空气都瞬间凝固了 温记太低的斗士 甚至看不到是怎么发生的 好好看着吧 时宇 因这个成人疾而死 我要用这里的鲜血为你祭奠 王 王 小孩 你要见我 王 我是铸铁部萨克酋长之子 时宇 原来你是铸铁部的幸存者 是谁灭了你们一族 是一个长着獠牙 双臂缠绕铁链的阿修罗 继续说 那天 我与我的好朋友有余 从山上赶回 发现部落已被摧毁 我的父亲拼见全力作战不敌 而我 不幸被砍掉一笔 有余还被打云带走了 救救王 一定要解救他 够了 想起这些真令人不快 时宇 你做得很好 我 可以去死了 我 不会认输的 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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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感受到气的流动 我只能告诉他 他发力 和招式轨迹 有点意思了 智慧多是没有出路的 太慢了 提出的 要吸取救军 不断的战斗 复活 再战斗 我的斗手 我无感越来越迷人 所以变得更快 我的身上 多了无数的伤疤 我变得不再畏惧了极 一次比一次更亢奋 更疯狂 终于 我感觉是时候了 感应到静怡的气息 就在这附近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进来飞船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走到这里 有鱼 你来了 静怡 这些尸骸 难道是 他们是我已知的同伴们 曾经 都是了不起的超凡斗士 你独自照顾他们这么久 一定很孤独吧 没关系 只要我们的使命完成 就能跟他们重聚了 你们的使命 你不是辽记抓来的第一个小孩 他一直执着于 要找到一个能带领阿修罗的 真正斗神 这就是你和辽记 不肯离去的原因吗 没错 你的身体在这个空间 已经达到极限 五脏六腑聚损严重 这一次无法打败辽记 你会彻底死去 有信心吗 哼 小子 看来你这一次 知道我认真对待了 来吧 让我来粉碎你 别让我失望 必如你所愿 你的招式被我看穿了 成才 这实在是太好玩了 哈哈哈哈 能够享受战斗的阿修罗 才是真正的斗神 让我们尽情的玩 到我了 瑶姬 我要杀了你 这是一个在战斗深处才能打开的领域 我看到他的拳头变慢了 去死吧 不算相应点了 继续 这个食物 这是一个这一位 你一离乱过了 每个人一离乱过 下一位 要是把他做的 你一够 那么多人离乱了 那些剃子 这样就好多了 姚记 刚刚你几乎杀掉我了 小子 刚才只要一接近你 我的行动就变得迟缓 你用了什么方法 我五感全开始 感官非迟 四周似乎都停止了 你也受到了 这股力量的影响 我不清楚原因 但我知道 它将令我变得无所不能 这是你独有的斗魂之刀 是作为阿修罗最终的领悟 他做到了 生命就是战斗 去寻找更强大的对手 那我们继续吧 这两把刀 就是我战胜九十九鬼的证明 承载着我族死去之人的意志 我要用它 开创我的路 了解和静怡消失不见了 但我能预感 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我终于 可以回去了 我终于可以回去了 恭喜王 小枫 我的修罗猛毒 又有了突破 那种讨厌恶心的气息又出现了